1月31日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 已接受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的辭職 不過徐英偉到底是自動辭職 還是被迫食無情計成為鴻門燕的犧牲品呢? 本月初本港發生鴻門燕事件 15位港府高官在疫情下 共赴港區人大代表鴻偉民的生日派對 事後有溫客確診感染 200多人的宴會先被曝光 特首林鄭月娥在1月31日召開記者會交代調查結果 公布已接受攝氏的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辭職 批評徐警覺醒嚴重不足有違走則 早前林鄭下令特首辦陳國基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負責調查攝氏官員 在記者會上林鄭說 官員應邀出席本身並不存在紀律問題 所有15名官員和洪偉民 在工作層面均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繫 洪門事件發生後 林鄭曾經demand批評徐英偉表示對她失望 其後徐英偉的去留一直被受外界關注 今次林鄭再次批評徐英偉指徐一直高度參與抗疫工作 是抗疫督道委員會的核心成員 12月31日和1月3日舉行的兩次抗疫會議 徐均有出席 徐也領導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 和18區民政事務署首長 在抗疫期間落區指揮遺風強檢行動 林鄭指相對其他官員 徐英偉應該有更高的防疫意識和敏感度 但就在1月3日晚上出席人多聚集的非公務宴會 逗留接近2小時 沒有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甚至涉嫌違反配戴口罩的防疫規定 實在令人失望 除了違反法例規定 徐英偉也違反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 林鄭表示早前已向北京報告事件 31日早上收到徐英偉書面辭職通知 徐英偉說要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 林鄭指已接受徐的辭職請求 並按基本法向北京建議 免除徐英偉民政事務局長職務 在題問環節有記者問 如果徐英偉不辭任會怎樣? 林鄭指假設性的問題不會回答 強調主要官員的任免要經中央政府審批 1月30日 英國洛丁咸港人組織 Lottenham's Dance with Hong Kong 舉辦中國新年活動 有攬炒巴至稱的劉祖迪、醫生馬仲義 以及以女勇舞造型參加英國無得二大賽的Katharine 均有出席 活動在下午12點至2點舉行 攬炒巴劉祖迪發言時 回憶2020年1月1日 由英國反港參與元旦抗爭時被捕 在警署被溝查五十多小時後獲釋 之後他隨即搭飛機離開香港 在飛機上他曾擔心是否永遠無法再回香港 可惜後期事件發展一如所料 不過劉祖迪指自己從未後悔過參與抗爭 他引述電影《時代革命》周冠威導演名言 勇氣是可以傳染的 劉祖迪又指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 就計劃以自己的方式來幫香港 開始的時候沒有任何資源 只想做一些法律層面的分析 之後就寫上給聯合過 再之後就開始嘗試做其他不同的事情 他鼓勵大家不要只停留在希望的層面 要Make it happen 想辦法去實踐希望 他說只要任何人想到任何可以幫助香港 傳承香港文化 保存香港語言和集體回憶 可以幫香港人發聲的活動 大家都可以嘗試去做 海外港人越多地幫助香港發聲 光復香港的機會也就越大 馬仲儀和Catherine發言的時候 也希望在英國的香港人可以融入英國社區 在自己的崗位盡自己的能力為香港發聲 將香港精神在英國繼續傳承下去 去年移居英國的港人嚴先生表示 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 身邊的朋友都被無力地重重包圍 今天看到大家都很開心 可以在英國土地上有諮詢、有尊嚴、有自由地集會 繼續在海外凝聚並發揮香港人的力量 對此表示很感動、很振奮 活動現場還有一個小型獲商之柱模型 嚴先生表示 這個表示香港人不認輸的性格 獲商之柱雖然被由港大消失 但它不會由香港人的記憶裏消失 1月31日香港股市牛年收官 受到上星期五美股收高的激勵 港股在牛年隨即走約 恆生指數收23802點 上漲252點 恆生科技指數漲124點 收5416點 但在牛年 恆生指數和恆生科技指數沒有迎來牛市 反而是在北京當局監管風部衝擊 和港府清零防疫政策之下雙雙重挫 其中恆生指數牛年跌幅21% 恆生科技指數更加慘 由2021年年初的一萬多點 跌至現在的5416點 跌幅近半 如果以整年表現觀察 港股走勢和美股還有台股詠意 台股牛年上漲11% 同期間美股的杜瓊斯 標普500上漲幅度均超過20% 港股就大幅下錯 由個股方面來看 在香港上市的中期海底路最碎 牛年股價斌80%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阿里健康跌了78% 阿里巴巴美團也重跌50%以上 小米集團跌42% 騰訊控股下錯37% 在北京當局一年來的監管風暴之下 恆生科技指數大幅下跌 相關科技和互聯網公司股價重挫 公司創始人財富縮水 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 中國最富有的十位科技和互聯網公司富豪 2021年正資產合計蒸發800億美元 其中拼多多公司創始人黃珍的損失最大 一共損失429億美元 佔其個人財富總額的三分之二 直接原因在於拼多多股價暴跌接近70% 小米公司創始人雷軍排名第二 財富縮水145億美元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衛烈第三 財富縮水126億美元 不久前英國瘟情五處刊見曝光華人女律師 離政區影響英國政治之後 最近英國媒體又曝光了另一位華人女子 她就是保守黨上議員 貴族默克貝池昏著 Michael Bates的老婆李雪林貝池昏著夫人 Lady Shirling Li Bates 懷疑她參加了中共情報和宣傳機構的 一個分支機構的會議 軍情五處說 這個中共機構暗中干預英國政治 李雪林出生於浙江杭州 她在1989年抵達倫敦的時候 銀包內只有50英鎊 並且英語水平有限 但她在一次為朝鮮議會議長舉辦的私人晚宴上 結識了英國上議院議員貝池昏著 貝池非常支持英國和中國的友好關係 她們兩人在2012年在威斯敏斯教堂結婚 根據公開紀錄 李雪林的前夫下一名醫生 李雪林通過由中國入口手袋和鞋 經營豪華蛋糕業務 投資房地產 在英國變身為百萬富翁 李雪林是英國保守黨的捐助者 有報導說自2010年以來 李雪林已經向保守黨捐贈了20.6萬英鎊 她每年支付5萬英鎊會費 加入卡梅倫建立的保守黨捐款人 俱樂部 製身保守黨捐贈精英圈子 成為領袖團體中的一員 2019年5月 李雪林前往北京參加了5年一次的 中華海外聯議會理事會會議 在中共國家電視台播出的交流中 李雪林向習近平股長並和他握手 中華海外聯議會為李雪林 在中國活動期間的食宿支付了費用 而李政區是常務理事成員之一 本月早點的時候 軍情五處向國會議員發出安全警報 指責中共統戰部試圖暗中干涉英國政治 他們確認李政區Christine Lee 是統戰部的行動者之一 並將中華海外聯議會本身 列為李政區的附屬組織之一 上星期李雪林說他見過李政區 但他說他對有關李政區 代表北京政府活動的指控感到沮喪 另外根據星期天泰晤士部報道 1月29日貝慈夫婦的律師表示 李雪林否認在中共海外友好協會COVA擔任官職 因為被列為其理事會成員的人 不意味著是政府官員 去年11月有澳門小島王之稱的太陽城集團 前主席周卓華洗米華被捕之後 1月29日女藝人安以軒的丈夫澳門第二大賭廳之王 陳榮煉也遭澳門警方逮捕 罪名涉及洗黑錢 有分析認為澳門被稱為乖仔 也難逃避中共打壓命運 也有分析認為這一連串的逮捕行動 凸顯了中共在加大力度 撤斷中共官員的資金外流 根據香港01報道 澳門司警局發言人表示 去年11月該局正破一宗非法經營賭博 犯罪集團和洗錢的案件 逮捕了洗米華 1月29日澳門司警局又拘捕了陳榮煉 和另一名34歲的蔡姓男子 案情顯示這兩人涉嫌從事網上賭博等相關犯罪活動 陳姓而反重經營操控不法賭博集團 澳門警方表示 整件案件是在2019年收到程資開啟調查 在今年1月28日採取拘捕行動 前往酒店逮捕兩人帶回去調查 但兩人拒絕合作 不過警方拒絕評論他們怎樣拒絕合作 警方表示在他們兩人的住所和辦公室搜查 找到電腦、磁服器等犯罪器材 還有懷疑涉嫌犯罪的410萬港幣不法所得 當地媒體詢問此案和去年洗米華奧是否有關聯 澳門警方僅表示 這兩個犯罪集團都有參與本案中的不法案件 有分析指出當初香港抗爭者被批評搞亂香港 如果和澳門這樣做乖子就不會有事 但事實證明澳門做乖子也難逃避中共整頓命運 也有分析認為這一連串的逮捕行動突顯中共在大力切斷中共官員的資金外流 呂澳知名法學家袁鴻冰曾經表示 根據他在澳門的中共體制中的朋友披露 周卓華實際上是中共一些權貴家族的白手套 是曾慶紅、萬建柱安排在澳門的人 逮捕這個小賭王的目的是要摧毀江派人馬的經濟基礎 已經涉及中共高層權鬥 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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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